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YouTube的朋友呢 很多很熟悉的朋友 ABI 淡淡 我一直都还是不会念 AESW 到底要怎么念 他好厉害啊 昨天在谈到这个外交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他的分析非常的准确啊 真的是非常谢谢啊 大家在这个 大家在这个休假的这个时候啊 还是来听这个飞碟午餐 然后在这个YouTube上面呢 收看我们的直播 祝大家这个 祝大家这个生日快乐啊 如果您是大陆的这个朋友的话呢 那我们就同庆同乐啊 我想到这个生日这个同庆同乐啊 是 是最近的一个感慨啊 因为我在这个10月1号的时候呢 就收到很多这个大陆朋友呢 传来的就是微信嘛 就传来的那个图 就是十一国庆啊 这祝什么 祝什么生日快乐 什么我的祖国 什么什么生日快乐这样 那我看到了之后呢 我当然就是会 我是会笑一下啊 对不起 因为我在调我的这个麦克风的声音有点 有点沙沙的声音 好像被我自己弄得到了啊 我看我当然是笑笑的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的这个大陆的朋友 都是在一个国庆嘛 就会很自动的啊 把这个这些祖国啦 什么祝这个祖国生日的这样子的 各种各样的贴图呢 就传给这个朋友啊 那我想说他们在传的那一刹那啊 大概都没有都没有想到呢 我是个台湾人啊 我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啊 然后呢 我看了之后 我当然也觉得很好啊 很好啊啊 那我就是会回说 先祝十一快乐啊 再祝双十快乐啊 那我觉得朋友的回应也很好啊 然后就有好几位朋友就说 同乐同乐啊 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一种感受 就在于是 呃我们两岸的这个民众呢 要彼此的理解啊 大家对于这个呃 中国啊 这个中国啊 这个主权制制权概念上面的这个不同 呃 当我们能够理解和彼此尊重 这个概念上的这个不同 呃的差异的时候呢 能够说出同乐的时候 我真觉得那才叫做两岸一家亲啊 呃 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朋友啊 呃 因为过去长期以来啊 呃 有些人可能比较早一点啊 在我 在这个央视呢 呃 海峡两岸的 央视四套啊 海峡两岸 这个点评这个一周十四的时候 可能从那个时候呢 呃 开始对我有点这个认识啊 呃 那我因为呃 我就是评论台湾的两岸的关系的啊 然后评论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政治事物嘛 特别是有关于这个两岸的这个这个事情啊 那我也从来都很很清楚的啊 就是告诉大家是我的本籍啊 我的祖籍呢 是江苏正江 我就是正江女儿啊 但我是在台北出身长大的啊 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 呃 所以当在讨论到这个两岸之间 有关于主权啊 治权啊 呃 九二共事啦 一中各表啦 很多这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只要啊 我有这个立场上面呢 我当然是站在中华民国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大陆的很多朋友就说 义乃金 乃金 你是你是独台 啊 你干嘛是什么 不是啊 呃 不是说我是不是独台的问题 而是我觉得两岸的这个民众呢 他们如果说不能够深层的理解 彼此之间的这个历史 和这个情感的话 他只会造成双方之间 在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他的那种各自的这个情感 情绪呢就会升高啊 我举例来讲啊 在这个呃 最近 最近这段时间好 不管是 呃为了蔡英文的这个问题啊 或者是说 呃香港的这个反送中问题 或是之前的时候 有关于奶茶风暴的问题啊 什么一方水果茶啦 什么这个风暴的问题的时候 呃 大陆的这个朋友呢 那当然都会是觉得说 哦你你们今天要来赚这个呃 今天这些 不管是NBA也好 呃水果茶也好 奶茶也好啊 所有的这些 要去赚这个中国大陆市场的钱啊 那你当然就是 你要说我们 不要伤害我们的情感 要说我们想听的话 好 呃或者是说 嗯 嗯 在前年去年的时候 呃去年的 去年前年的时候 有一大波好就是 嗯 只要在网路上面被逮到 好你在写 标示台湾的时候 如果把台湾的物质 对大陆的物质为一个国家的时候 不事上这也不是 这是的确是物质啦 因为世界上的没有一个国家呢 叫做台湾 总之呢 他在这个区域的划分上的时候 如果不把台湾变成地区 而是在国家啊 变成了国家的话呢 只要被逮到了 不管你是航空公司 饭店好 网站上什么的话呢 都会被大陆的这个网友呢 起底好 然后呢 大陆呃方面呢 各个主管部门啊 就会要求他改名好 你想想看都已经被 这样被逮到了 那个网路上面群情激愤 他们会不做吗 一定会做的嘛 一定会做 叫他们改名 那一连串的这些的行动 呃我想大陆的这个朋友 常常就觉得说 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啊 你本来就是叫中国台湾 有什么不对吗 然后呢 很多我们台湾的这个 呃 不管是队伍啊 或者是呃 参加的 他们到国际间 参加很多的 不管是电影啊 什么样的比赛哈 的时候呢 只要没有被 只要是呢 被标成台湾 就会被抗议 然后就被要求改成中国台湾 嗯 我请问一下啊 如果今天是你啊 你今天走到这个呃 各个地方去啊 人家就不承认 你们的本名明明就叫做某某某 就不承认你这个名字 你非得改名不可 好 呃你要冠夫姓 好你要冠这个 你本家的这个姓 你闷不闷啊 你很闷吧 哈 两岸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哈 呃在这个国际间 人在国际间有关于谁是代表 唯一中国的合法政府的这个征战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停 他没有停哈 他一直都是这样哈 从这个呃 19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嘛 今年呢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表示这个国家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才成立的 那今天呢 台湾在庆祝的是什么呢 台湾在庆祝的呃 中华民国在庆祝的是什么 台湾是这个地区民了哈 中华民国在庆祝什么 我们在庆祝的是 108年中华民国108年的双十国庆 表示中华民国呢 是1912年啊 孙中山先生 国父孙中山先生 推翻版清所建立的中华民国 到现在他依然在的 他依然存续的 他依然在的啊 虽然中华民国 在这个1971年的时候呢 退出联合国哈 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 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啊 但是呢 中华民国他依然存在 虽然现在中华民国在世界上 只有15个国家承认我们哈 可是中华民国依然在 中华民国并没有被消灭哈 但是国际的这个场域里面 大陆呢也从来没有松手哈 嗯 在过去对于台湾来说 呃中华民国退出这个联合国 是因为汉贼不两立啊 但是说实际上的国际现实 不是如此啦 那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两阿的这个提案哈 这个就是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这个 中华民国作为 在联合国的这个席位 然后呢 每日呢 当时呢 提出这个双重代表权案 就是要在联合国里面呢 两岸 就是有中华ROC 跟PRC 两个哈 过去的时候呢 美国曾经提过哈 但是那时候呢 老蒋不接受 就蒋介石不接受 其实我觉得老毛也不会接受的啦 哈 但是等到后来呢 当这个Kissinger 当基辛局 急跑到这个中国大陆去了之后呢 其实形势已经逆转了 已经太晚了 所以那时候呢 就算那时候蒋介石呢 曾经想要去接受的时候 已经实播 语音来不及了啊 所以台湾就 中华民国就退出了 这个联合国 我们也不是被赶出去 我们在表学前就走了啊 当时讲这个汉贼不两立啊 所以汉贼不两立的这个外交政策 其实一直到李登辉时代的时候 都是如此的哈 那是到了李登辉之前的时代 都是如此 李登辉上台之后呢 他推动这个务实外交 他推动务实外交的前提 就是说我不在乎 你这个国家 ABCDE哈 不管你知道什么国家 你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交没有关系 那可是呢 你也一样 可以跟我们 可以跟这个台湾 可以跟中华民国 复交也好 建交也好 他希望在国际间 创造的就是双重承认嘛 那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双重承认 就是两个中国的这种双重承认 但没有一个例子成功 没有一个例子成功 好 所以到目前在这个国际间 在各种的场域上面 这个属于汉贼不两立的 中国代表权之争 他依然存在 否则的话 为什么中国大陆呢 跟每一个国家建交 或是复交的时候 都要在那个建交公报里面 就是承认啊 要承认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他为什么要写这个 因为就世界上就是有两个嘛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叫中华民国 如果没有这个话 你看你看 其他国家的建交公报 有这样吗 有需要这样写吗 不需要 或不需要 不需要这样写 就是因为的确是 现实上是如此 然后唯一的 我们只有在 马英九上台之后 2008年到这个 2016年啊 当时呢 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 连战跟这个胡锦涛 他们在 这个破冰之旅啊 他们在会面 然后签的这个 联合会五项共同愿景的时候 就是以这个 九二共识为基础啊 然后里面呢 提到了哈 有关于 要给台湾这个 合理的这个外交 这个空间 是因为这样子的 一个高度的默契 因为这样子 双方彼此有这个 政治上面的共识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才会在2008年 马英九上台之后啊 台湾就可以去参加 WHA 世界卫生大会 可以去参加 这个Icare 可以去参加 国际刑警组织啊 这个是台湾 从退出联合国之后呢 从来没有的一个状况啊 那这个如果是没有两岸之间 没有这样高度的政治的默契的话 大陆会同意吗 不可能同意的嘛 不可能的 因为他是联合国的 他是联合 他现在的在联合国的席位 已经被中国取代了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就是联合国 他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因为我们这五个常任理事国 都是创始会员国嘛 他要封杀你 他要封杀你 太容易了 他举个小指头他就封杀你了 就如果没有两岸之间 有这个 这么高度的政治默契 他怎么进去 进不去 那蔡英文在这个2016年上台的时候 当时 因为就是这个WHA的大会 就处在这个 处在蔡英文还没有就任 就520他才就任的 这个中 这个中间的空档 当时就很紧张啊 就想说 那到底我们会不会 能收到这个邀请函 我们收到了 台湾收到了 可是是在邀请函上面呢 就把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这个中华民国的 这个2758号决议 就附在上面 好 那蔡英文接不接受 接受啊 他摸摸鼻子也就进去了 这个是对 假设就是中华民国的主权来讲 蔡英文当时是真的是 真的是跪着进去的 是低着头进去的 在马英九的那个时期的时候 WHA给台湾的邀请 还没有这段话 那他摸摸鼻子 不是还进去了吗 他还是参加啦 那国民党当时 有因为他有因为 有因为蔡英文 他们这个没有 还没有就任的这个政府 因为当时是马英九跟这个 马英九政府跟蔡英文政府 他们协商共同出来的啊 有讨论过出有讨论过的 因为要交给 要交给蔡英文 即将要上任的政府决定 因为等到那个 WHA开大会的时候 就是新的 卫福部部长了嘛 那蔡英文他们就接受了 那摸摸鼻子就去了 那马英九他们有说 你们看 你们这个 蔡英文这些上台的时候 你们完全没有捍卫 中华民国的主权 你们怎么可以接受 在这邀请函上写了 2758号决议 没有 他们没有这样讲 因为我们觉得参与 对于台湾这件事 参与国际组织 而且是WHO是联合国向下的 联合国的专门组织机构里面的 WHA这个联合WHO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 世界卫生大会 对于台湾来说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国民党并没有很酸的 很讲说你看吧 你还不是因为我们过去 打下的基础 你今天才能够这样 国民党没有这样 国民党就是一个 以国家为重大局为重的一个政党 可是蔡英文呢 他们上来之后呢 却一直不断的去操作 操作这件事情 去操作就是 中华民国快晚了 如果说明年 是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当选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被 这个中国大陆给吃 吃掉给吃下去 他们因为习近平提了 这个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 就是寻求 寻求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所以这个九二共识呢 就是这个一国两制 因为他们要寻求台湾方 因为要寻求这台湾方案 所以呢 明年呢 韩国瑜如果当选的话呢 台湾就会投降了 台湾就会被吃掉 这就是假议题嘛 但是 这就是一个假议题 就是操作出来的恐惧感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 两岸之间之所以可以达到 这么高度的一个政治默契 然后让台湾去参与 这些国际组织的活动 然后两岸之间呢 可以因为有这样的政治默契 所以可以外交修兵 所以可以马英九可以采取活路外交 所以大陆呢 就可以不用去挖台湾的这些墙角 都是因为两岸之间有九二共识 那九二共识的一个最大的精神 除了是两岸同属一中之外 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在于是 两岸的事物 两岸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呢什么事情都好谈 好一家人什么事情都好谈 你今天呢不要这个去 所以两岸之间在国际上面 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在外交上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呢大陆方面觉得台湾不会跑掉嘛 不会是就是像这个民进党上台的时候 你要搞什么台独 你要这个搞这个 叫做什么 这叫做他就是食毒 因为虚捅食毒是他们对于马英九的批评 就是说马英九没有想要捅虚捅 然后实际上呢是走独台的路线 那他们批评这个大陆批评民党是什么 就是说你现在呢 虽然你表面上面 你不敢改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 你不敢呢正名制限 监国 可是呢你做的这些去中国话 你做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行径 就是要把台湾呢越来越脱离这个中国大陆 你就是要越来越脱离这块 血脉连结也好文化连结也好 最重要就是他们认为民进党就是在往台独的道路上走 那这种情况他他在外交上面各方面他当然不手软啊 他绝对不手软的嘛 既然是没什么好谈的哈就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你哈就是一直要往这个台独的路上走 我眼睁睁的看着你就是要呃破坏所有的有关于呃彼此之间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这些的信赖和情感 我就看着你你现在就是要走的就是所有的就是要去脱离整个这个大的这个中国的中国的一统的主权概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话 那我我我我还客气什么呢我当然不客气了 我在这个呃外交上面我该断就断呢哈 然后我在这个呃两岸的这个事务上面我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大家我们有高度的这个呃政治默契我们有一个高度的呃彼此之间有很很强的一个信赖未来未来的统一是什么不知道哈 但是呢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慢慢谈哈那既然现在不是那所以是之前的时候传出来说 EKFA搞不好这个明年蔡英文当选之后呢呃连任之后呢他有可能停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哈大陆呢过去呢都是基于不管是统战也好啦哈或者是说让利也好啦或者是各种各方面也好他就他的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嘛哈统战他当然统战他不同战他这统战他统战我们没有 你要统战他就争取彼此的这个明星嘛哈所以他有在很多的地方呢31条措施啦各种各样的他就是要创造一个大的一个两岸的和好的一个气氛融合的一个气氛他希望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啊台湾的民众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各阶层的人你去融入到这个呃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展里面呢能够呢共同的为这个呃民族所谓的民族复兴而奋斗这当然是台这个当然是大陆的这个 这个目标他目标很明确他的目标很清楚啊那现在只是就是说台湾民众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嘛哈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和前提之下的话他一点都没有伤害这个国民党主政时期的时候对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的坚持啊国民党今天呢呃从两讲到这个李登辉啊李登到两讲到这个李登辉 他最大的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在于是李登辉执政时期的时候特别是他1996年当选了台湾的第一任的这个民选总统之后他后来所操作的这个路线就已经不是在捍卫这个从1912年就建立的中华民国的主权了 他那个时候所要捍卫的其实他所要去塑造的就是一个起码是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就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跟中国大陆时代的在这个在中国上面所建立起来的这个中华民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所以在李登辉的时代他曾经提过啊他曾经有构想过因为他当因为他他他他当选了他当选了这个呃台湾的第一个民选总统嘛他那时候是真的想要用那种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的方式呢去修宪好他那个修宪的幅度他也不敢置宪啊他那个修宪幅度是会是非常大的他就要他就要冻结宪法是要牵涉到冻结宪法本文的啊因为我们的 我们宪法本文的第一次非常的清楚嘛我们的领土啊疆域啊我们是一个大中国的宪法我们是个一中的宪法那后来呢后面呢修宪呢修来修去修了好多次都不敢动这个宪法本就不敢动宪法本文的这个部分领土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敢都不敢动好因为你一动了就麻烦了大陆就可以就可以有这个武力犯台的理由啦这个美国呢也会踩刹车但虽然不敢动好可是李登辉在当时呢他是曾经想过的好就是中华民国 第二功课但是你如何的能够在不动宪法本文之下让台湾成为一个全新的让中华民国成为全新的国家这很花脑筋啊啊这个美国也要同意啊最重要是美国同意显然到最后是美国没有同意啊所以还没动好然后他到了任期快结束的时候99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两国论所以李登辉呢他就是一个断裂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啊在台湾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断裂当李登辉呃在1999年7月9号接受这个德国之声的访问提出了他说这个两岸之间起码就是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就互不隶属嘛啊但起码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时候他就产生断裂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中国国民党啊中国国民党还好李登辉后来离开了被开除了 那时候中国国民党他才真正的没有再去他才真正的丧失了或者是说他放弃了对于中华民国的话语权因为过去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话语权呢在国际上面从来没有断过呃两讲的时代啊和这个中国大陆他们一直都是在争的就是世界上谁才是代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啊然后李登辉结束了啊李登辉真结束了呃成员上台那就不用讲了等到马英九在上台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并没有放弃对于中华民国的在国际间的话语权只是因为呢选票考量的关系因为他他觉得韩统一没有票啊所以呢他就说说他所以他在说他就说他就说到一个呢比较强调的是一个中华民国 现在现在的状况就台湾人的意识就就就强化了就强化了是因为这样子的操作之下所以使得渐渐的现在的国民党在解释有关于这个中华民国话语权的时候好像很气弱因为他们考虑到的都是选票的关系啊